上任前夕金融市长当选谢国良特别协同即将接任环保局长的马仲豪 向金融市议员王省之征询环保生态等议题 尤其协和电厂世界争议 选前曾签署拒绝天海遭入承诺书 谢国良重申反对对市民安全危害的做法 不过如何兼顾生态与人员希望向王省之请议 我一直都认为说大幅的破坏生态 以及作为一个这么靠市区要储存大量的天然气 是对市民朋友的潜在的危害是太过于巨大 所以我一直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现在担任市府了 我仍然要维持跟承诺我选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我会继续坚持我在承诺书里面所承诺的这些 对于生态的保护 但是在这过程中如何能够转化成 这个也是可以有能源的贡献在那个环境上 那我是听说醒之歌他是有一些具体的想法的 所以我也希望来跟他就这个部分来共同的请教 对此基隆市议员王醒之建议谢国梁 能亲自列席明年初将举办的世界环评会 过去几年来 基本上我们比较没有看到基隆市政府 在这个案子上有明确的态度跟表达 所以我想要直接建议谢市长 有可能可以在第五次 明年年初第五次专案小组会议的时候 是能够代表基隆市民清楚的到专案小组会议当中 列席发言表达基隆人的立场 谢国梁则表示如果时间许可 非常愿意出席表达基隆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心声 我非常希望能够代表基隆市 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四阶的环评会议 然后替基隆市民代表基隆市民 也代表基隆市未来的生态保育 我也想去讲几句话 表达一下大家对环境保护的心声 另外王省之也建议谢国梁上任后人 推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及设立生态总顾问 全台湾总共已经有16个县市 都有公共政策参与平台的设计 已经有16个县市 但是光谈首都圈的北北基陶来说 就是唯独基隆市没有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是说 基隆有没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开始形成基隆的iVoting平台 对此谢国梁也回应表示 将在上任后积极规划 推动落实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